打開水龍頭冒出水 但這個裝水龍頭的位置 竟然是在椰子樹 可以啦 民宅圍牆旁 四棵椰子樹都有裝水龍頭 每一個都能打開冒出水 有去洗看看嗎 有啦 切看看還有啊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欣喜啦 不少人路過還真的都會停下來 轉開洗洗手 喔 洗手啊 椰子樹水龍頭出沒在台中殺入 鎮南路一段 這個創意來自他 我要去鐵頭走 然後不快就有人用這樣就對了 對啦 我就是自己的想像力 椰子樹也就是裡面 比較沒有那麼硬的心 好到裝孔比較好鑽 七十歲的陳先生 幾年前把山上的椰子樹鋸掉 運下山 後來一直種在鐵桶裡面 某天他創意噴發 想到沒有人做過椰子樹水龍頭 就拉水管穿過椰子樹的中空樹幹 最後裝上了水龍頭 不但能美化住在外的環境 留下的水也能方便 供應椰子樹的水分 兒子把爸爸的創意PO上網 還吸引了不少人按讚 公公都很會去 創作自己的想要的作品 腳步子不對就會裝錯 這兩個都沒有相通 所以一開始就是要裝的時候 就是要量好了 陳爸爸花了一個星期改裝製作 16號才擺出家門外 才過幾天就有不少民眾留言 要來朝聖牌照打卡 也成了當地奇蹟 今天就能出探 羅一星 台中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